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蓝球里面有代球上蓝 如果今天我们谈的不是运动 我们谈的是代球结婚 当然就是指的是先有 然后再走上了红毯 当然这个事情牵涉到很多的细节的筹备 牵涉到新娘额外的体力的复合 当然可能还有人认为 就关系到面子问题 你就这样认为吗 我们看今天的主题 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增长 使得婚前怀孕的发生率大幅提升 相对凤子成婚的比例也逐年增长 根据千代文教基金会公布的 台湾家庭现况问卷调查 有50.3%的人同意 先上车候补票 显示越来越多人认为 代球结婚不奇怪 双喜临门也很好 以往被传统社会认为不道德的行为 在社会变迁下 降低了被严厉批判的机会 我们立刻走上街头 来问问年轻人 是否愿意当个坚有后婚的大陆新娘 我可以接受代球婚礼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觉得代球结婚很累 所以我想要生还在结 可以啊 我觉得代球婚礼 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我觉得值得鼓励 每一张孕妇会太熬累 会影响到胎儿 可以接受 因为现在年轻人做事 你都太冲动 未婚怀孕在台湾的压力非常大 但好像只有名人才有豁敏权 而根据波斯特线上试调网调查显示 有高达57.92%的人认为 先有后婚会是未来的趋势 而女性占了55.76% 而男性的比例为60.56% 高出女性5% 大陆新娘往往会面临许多压力 可能会遭受闲言闲语 或肚子变大时 担心穿婚纱得要定做的窘境 当然还有许多习俗禁忌 大陆新娘的代球婚礼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爸妈的感受又如何 孩子代球办婚礼 爸妈好头痛 今天就让我们来说白 先有后婚 真的成为未来的趋势吗 超过一半以上的婚礼 来到现在都是先有后婚 代球结婚吧 看来将来有一天 可能连花筒都灭了 带你自己小孩上了算了 反正就是 也许未来趋势如何 我们来听一听 这个筹备这种婚礼本身 有没有什么困难 何浩杰 你今天跟1号还有11号三位男士 坐在前面两排 你知道你们三个 有什么共同的特色吗 都很年轻 是 还有呢 干嘛笑那么大声 我讲的是实话都很年轻 都很年轻而且都很冲动 而且都很忠货老师的感觉 也是个负责任的男子汉的感觉 然后都很替太太着想 让你们太太带着个大肚子 去行婚礼 没有 因为我跟你讲 没有 因为我们其实不是 有朋友说你们赶得悠心 怎么样 其实不是 因为这样子有一个方便之处 就是说小孩子几岁 我们就结婚几年 这样子多好算 你们数学有差到这种地方 靠小孩子的年龄 来计算自己的结婚任期 不管怎么样 你们跟1号 11号他们都是 你们三位都是 有过这种经验的 他们也是 这不应该啊 真的是 怎么可以这样子 11号还没结婚呢 还没结婚 很快 就在我们播出的当时 他就要结婚了 所以他今天还有反悔的机会 另外两位没有了 我想问一下4号 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会如此的仓促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没有 其实当时我们已经 有结婚的打算了 我跟嘉欣那时候已经住在一起 然后他 有结婚的打算了 对 我们两个一起买了一个房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已经要筹备 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一直在拍戏 所以就拍戏时间一直一搁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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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来 但生小孩的是没搁置 当然这个是应该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恩爱的情侣嘛 所以就是常常也会谈谈心啊 聊聊一天之类的啦 老婆跟你讲说他怀孕了 你那时候在忙什么别的事 有结婚的计划 已经有了嘛 那就结婚了 有些男孩子会做一些比较自私的打算 他会说 为什么我们不是两年以后吗 也许我的孩子可以做别的方式 你都没有这个念头过 没有 身为一个男子汉就应该 要做负责的事 但生小孩的是没搁置 当然这个是应该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恩爱的情侣嘛 所以就是常常也会谈谈心啊 聊聊天之类的 你这样吗 然后 喂 然后没有 其实我说 说真格的 是 真的其实我发现 其实是嘉欣他在试验我 他觉得说 我如果说还有生育能力的话 他才愿意跟我结婚 对 所以我就不断地不断地 在他的一个试验之下 拼命地很努力 后来发现 其实我还是可以这样子 他才愿意嫁给我 你真的希望我们相信吗 相信 反正我讲的是实话 没有 真的因为现在 现在少子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 我再问你好了 当你们发现有孕的时候 是因为那个促成后面的结婚呢 还是把你们后面的婚礼 真的是提前了 我们是提前 对 真的是提前 但是就是说 本来就是要 有时候这个缘分来了 对 你们双方都同意吗 还是他提出要求的 他提出要求 希望说我可以给他一个小孩 但是因为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所以我也不能拒绝他 对 所以 给你问话 要绕很多弯啊 没有 好了最后是你们两个跟我同意 还是太太先提出来的 你说提出要谈心吗 要结婚的 后来要结婚啊 要结婚啊 没有 是我 我们两个都一直就觉得说要结婚的啊 家长呢 有压力吗 他其实希望我们赶快啦 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老大也不小 三十好几了 对 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因为两个都要工作 所以一直拖 那所以家长觉得很好 因为有小孩 然后就当作一个 因为很多人说结婚是一个冲动嘛 刚好一个小孩当我们冲动 好 我们来听听一号 做你旁边事情的太太 我太太今天有点感冒 所以你来负责发言好了 你告诉我们 你也是为了要计算你的结婚日期 所以说选择用 跟他的理由一样吗 早来了 不是 第一就是老婆 就是那时候还不是现在是老婆 还是女朋友 就是怀孕了嘛 最基本就是男生要负责任 所以我才 哎呦 有了 那就 老婆跟你讲是他怀孕了 你那时候在忙什么别的是吗 我刚好在炒菜 我是做餐与业 我是问你 其实到底是炒菜还是炒饭呢 你在忙什么事业或工作 我没有说 讲这个是不一样的事情哦 好 他告诉你的时候 你正在做炒菜的事 正在上班啊 好 然后呢 然后就中午就请这样开心 就 就是他说很像怀孕 他是先用怨孕半夜 我说如果不清楚的话 OK 我们去护产科 就验开心结婚 所以你完全有结婚的计划 对对对 是没有想到那么多啊 原本是说两年后才要结婚 就已经有了 那就结婚了 对对 就单天回去就直接跟妈妈讲 妈妈也点头 然后接下来就是 跟你知道有些男孩子会做一些比较自私的打算 他会说为什么我们不是两年以后吗 也许我对孩子可以做别的方式处理 你都没有这个念头过 没有 身为一个男子汉就应该 你当时在炒哪一个菜 哪一道菜给你这么大的勇气 好 所以说你们两个也是有计划的 好 11号你还没结婚 所以你的太太现在已经有几个月的生孕了 三个月 所以在你婚礼的时候 可能已经到了四个多月了 是是是 好 你的情况又是如何 我女朋友就突然有一天 那时候我正在那个玩FB 对对对 你在玩脸书 好 然后呢 玩脸书 然后突然跟我讲说 她有可能怀孕了 然后我现在 我那时候的心情就是这种 有一种很紧张很紧张 然后突然有一点那种 又很开心 然后又很担心 可是你们两个都没避孕 嗯 没 有需要这么苦笑吗 有这么难启齿吗 是谁故意的 好 老师我们这个看到三位男士了 好 我想三个人今夜大概可以归纳 那你们现场就是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 水稻取着你们一脚 像四号和好结 就本来就预定要结婚 然后有小孩之后就 给了你一个这样的一个机缘 那一号我觉得你是有一点 好像糊里糊涂中头奖这样 然后去领的时候才就好像说 你未满十八岁叫你爸妈 有那种感觉 那其实还有第三种可能 丹哥 有一种可能是女方的计谋 就是那个男的每次都 叫他结婚就好像没有什么下文 所以有些女孩子就会 故意算错日期啦 或是把保险套弄个洞之类 然后到最后 那个女方反而觉得很好 他觉得说你平常都不娶我 我就 就是用一个方法让你娶我 大概会有这三个方式 其实吴老师我真的是第三种 阴谋论 真的啊 因为当时嘉欣那时候说 我在外面租房子 然后她说那既然要租房子 也要付房租 那你不如我去看那个房子还不错 那我来买 那反正是我的名字 那你顺便来帮我付房租 我想反正这样价格差不多嘛 两万多块或三万多块 其实差不多 一步一步你知道我中了圈套 我后来我还以为我是第一种 原来吴老师讲 我才知道我是第三种 真的 那太太后来究竟是用了哪一个手法 她就是趁我就是拍戏的回家的时候 很累的时候 然后就是模模糊糊 半梦半醒之间 然后就找我聊天 然后我就 我就 所以你完全是半推半就 对不对 也不是半推半就啦 但是就是半梦半醒 我也不知道第二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的巨型 巨型 巨型考虑到此了 我本来以为他要叫我炒菜 就是他要叫我炒饭 好 我觉得那个也是始料未及的 不如说我们今天谈的就开始 就是代求婚礼想必它有优点也有缺点 对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谈谈代求婚礼 这个事情其实还有更深深的意义 对 你对于那个结婚的本身是不是真的认真 或只是一个促婚的手段而已 对 好 我们先从今天在代求婚孕的 我们事先进过调查 他们记录最高的是14号跟3号 他们是八个月的生孕来完成婚礼 哇 八个月的生孕 这个球好像大了一点 太大了 所以我问一下实际上的14号 那个过程那个困难度还那时候 你为什么拖八个月还是要举行婚礼了 其实这个是很意外的啦 那我们就是无意间就 也没有说刻意制造小孩 那就是无意间有的 那有的那拖到两个月的时候 因为我们女孩子都有mess 那mess没来就一定要去检查 然后就去检验室去检查 第一家她说恭喜你 你已经两个多月了 然后我们就不相信 然后就到第二家去做检查 她说太太你有了 这是确定的 那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很惶恐 好像心理上没有做这个准备 然后没办法事实已经造成了 然后就我们就两个人就在商量说怎么办 是要拿掉呢 还是把它生下来 那我先生他是说不要障碍一个小生命 他竟然要跟着我们或许会带财 带财 那就把它生下来好了 结果南方那边就看不到日子 一直拖拖拖 然后一个月两个月 从两个月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 肚子真的 他们南方就说去算命说没有日子啊 不能结婚要等明年啊 你小孩生出来再结吧 我父母就说怎么可以 我女儿我女儿的面子放哪里啊 然后他就坚持 结果南方那边就随便开个天狗日 是带带带 带带啊 然后没办法 那只好挺个肚子就办结婚了啊 然后就宴客啊 那很多亲朋好友就说 这个新娘子有点怪怪的 是不是双喜临门啊 然后就跟我父母说 哎呀 恭喜你啊 哦 就可以做阿公了 做阿嬷了 哇 亲家亲家母 真的 不错耶 双喜临门 我就那时候觉得不好意思啊 然后穿礼服又不能穿那种 很喜欢的 对 总是穿那个法国的婚纱 然后里面有衬裙 碰碰的 还有铁丝网的 穿起来然后走路就很笨重 然后因为那时候八个月 我想要快生了 又说又不能这个时候 给我跑出来 然后又跑下好了 所以有的硬色 对 所以就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我有请我的伴娘六个就说 你帮我挡一挡 挡了不要 要保护我这个胎儿 这个球啊 然后我伴娘就说不错 她说闪哦闪哦 闪哦闪哦闪哦 好像有点像在打那个足球 我是等于像是守门啊 对啊 那宾客就是像那种冲锋队一样 那所以我父母一看到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还不回座啊 丢人 然后就 然后就赶快坐下来 然后吃也不能吃啊 因为 八个月都抵到 对 抵到都已经快 快呼吸自己 快不能呼吸啊 对对对 没办法 那我们就只好含蓄一点 害羞啊 头低低的就在门口给那个来宾煙啊 糖果 那就显得比较娇滴滴了 那有的说 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什么时候请我们喝满月酒 吃麻油挤 很快很快 我说快快 所以 干脆就在楼下一次办完算了 所以 这个婚礼办的 以双重压力 体力上的压力 心理上的压力 对对对 那小孩后来有没有带来招财呢 招财 有啦 因为我生的是儿子 恭喜 带茶壶的 所以 带伴儿的 对对对 没有小孩就是老天爷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所以他就是一个财了啦 对 不一定还要发什么其他的财了 没有 但是老一辈的人 有道理 她说女生是不带财的 生儿子才有带财 哇 性别歧视 你在那种担心焦虑等了八个月 那个跟孩子的那个胎教互动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儿子生出来以后 个性上有没有怎么样 我比较好奇 不会 她是比较文静一点 因为她有听到外面的声音 就在说话 所以不能太多话 一直听她说日子不好 日子不好 日子不好 对啊 对啊 所以还蛮不知道我 我知道你儿子为什么比较少说话 因为他知道保守秘密很重要 对对对 手口如瓶 对对对 好 三号你呢 我是六周的时候 照超音波的时候 吓到 因为我的MC本来就是不 就是有时候两三个月就没来 可是我是觉得是正常的 但是我就一直没有 就是因为想吐嘛 就想说去妇产科看一下 她说我怀孕 然后我拿六周的超音波 给我娘家妈妈看 然后她是整个是 傻眼 她是傻眼的 她是整个是要打我的这样子 因为我 因为 因为我的肚子 我是扁身 所以肚子会藏得住 但是她那时候就很注意我的礼服 然后她就是 我妈就是有限定 我一定要穿高跟鞋 然后我走路的时候 对 所以我走路的时候 一定要 一定要 没有 她没有叫我小心 她叫我 她叫我走 就是走路的姿势要 让人家看不出来 那我走路的姿势 要很挺挺的时候 肚子又要缩一下 所以我会觉得很辛苦 然后到 我大概到八月份的时候 因为我是先去蜜月旅行 因为我怕八个月的时候 那个 我飞机上不去 所以说我 我就先去蜜月旅行嘛 然后回来 八个月的时候我才结婚 然后我老公又请了四十几桌 所以整个要走四五个走道 所以我走道 一个半的走道的时候 我整个快昏倒 但是我又穿个高跟鞋 我又不能昏倒 因为我妈在 我妈在最前桌看着我走 对啊 天啊 看着我敬酒 然后我就整个快哭了 但是要忍着 要忍着 因为今天结婚 明天归你完之后就好了嘛 我订婚到结婚这几个月 我都不能吃东西 不可以吃 结婚穿婚纱那一天 我是很渴 也不能喝水 因为我妈怕我就是 肚子会变很大 所以都不能喝水 天啊 然后也不能吃东西 孩子伸出来几公克 两千七 我伸出来五千一 我是五千一百公克来诞生的 所以我真的是没有吃什么 真的 好可怕 我真的没有吃什么 真的 五千一 八大金半 所以我是Jumbo size Jumbo baby 好 我们就问大家 现在大家竟然观念的开放了 代求婚礼 显然在刚刚三号的 十四号的来讲 负担是蛮重的 你赞不赞成 如果真的是代求的话 不如把它生下来之后 再去结婚 我们题目就很简单 代求婚礼负担太重 不如生完之后再成婚 你赞成的 请打圈 所以给大家第一个参考 不如是不是把它生下来之后 再去处理那个麻烦事情吧 二号跟一号 我们刚刚访问过你 你们是在一号告诉我们 你们是在多久了之后 才进行婚礼 我老婆大概七个月的时候 七个月的时候 记不记得那个婚礼 要不要有什么忌讳 就问有没有什么样的 特别的怀孕的人结婚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些 特别的忌讳 你们有没有 不知道是他们家的 比较传统是要什么拿黑伞 或者是要什么 老婆要围着肚兜之类的 你有没有参加那场婚礼 好像衣服都忘了一样 因为我一直在竖子之类的 我老婆有几个坚持 好 他说我可以 因为我是本省家庭 那嘉欣他是外省家庭 他们对于传统 就是说那些仪式 他们比较不那么在乎 但是本省家庭有时候 有一些仪式是会比较 对 但是他那时候就有坚持几个 他说不能做 就说丢扇子 还有那个泼水 他觉得这种东西是很 他觉得很幼稚 他说 他觉得说谁说女孩子 嫁出去就是像泼出去的水 所以他有特别 他觉得这个东西 他可能以前还没结婚前 他对这两个东西就非常排斥 很厌恶 所以他就说有一些东西不做 但你的婚礼宾客都知道 你太太已经怀孕了吧 都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跟他们两位的时候 受到的压力不太一样 不一样 因为我可能真的是差很多 因为我其实是独子 然后我爸一直很希望我可以生小孩 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住宿舍 我爸爸有一次去帮我整理服装 整理那个房间 走了之后因为爸爸比较保守 我说我留一个东西在你房 在你那个 保险套 结果你知道吗 我回去看一打保险套 可是我的同学 每个人都跟我说千万不能用 就把他丢掉 因为我爸希望我 因为我是当完兵之后 我25岁才念大学 所以我毕业差不多30岁 他觉得说我大三的时候就生小孩 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 小孩子可以走去参加毕业典 后来那保险套没有丢 交给你的太太 后来我觉得他这一招应该 传授给家兴了我觉得 好 13号妈妈来 你是大概是几个月的那时候 走上红台 三个月 但是我先生在当兵 那以前的军中的时候是不能结婚 其实那时候我们其实后来 我是六月结婚 到隔年一月才生向小孩子 那去办结婚登记也是要写 他当兵前的日期 我们不能写实际上的那天结婚日期 不过我那时候因为他在当兵 所以我们在房间我就跟他说 怀孕了怎么办 那我们在偷偷商量的时候 被我婆婆听到 那我也不晓得他隔天就带着我大姐 我先生他大姐来我们家提亲 那我妈妈就打电话跟我说 你现在马上跟公司请假回家来 那回到家 我看到我婆婆跟我姐姐我就知道事情已经 她应该告诉 已经跟我妈讲 不过我妈那时候坦白讲她还不相信 还特别还要我去上洗手间 还去做一次检验 那确定是怀孕了 坦白讲她没有骂我 也没有生气 而是很茫然地坐在椅子上 我当时看到我妈讲我心好酸 然后我觉得我好不孝 然后后来晚上我爸回来 是我一个阿姨先跟我爸说 这个事情啦 因为我阿姨怕我被骂 但是我还是跟我爸面对面说 我知道我做错了 但是这个婚因为既然 我先生也说既然怀孕了就结吧 那因为那时候还在当兵嘛 所以变成就是说 我们还是有办婚礼 很匆忙哦 我订婚到结婚 就三个礼拜 就是来提醒完 马上就准备 隔天就开始准备了 因为我婆婆她比较传统 所以我们该有的礼俗 大礼小礼 大礼小礼 我们都有 包括地平 早期就是很传统 地平 一些妈妈阿姨应该知道 冬归习腾 什么十二礼 我们全部都有 因为我是长女 然后我父亲又是 私职会的会员 所以我们该有礼俗都要有 但是很匆忙 那时候就怀孕 我又要上班 那我现在又来当兵 所以都是我在张罗 真的是很累 到结婚前一个晚上 我妈妈给我叫房里说 快点你要结婚 你叫我这个观念 家伙人家 在家的感觉 怕人的朋友要听话 你们听得懂吗 到人家家里面要守家规 要听话 我其实真的觉得 自己想想 还真的不笑 可是我爸妈还是有祝福我 我爸妈跟我讲 他们不喜欢这个女婿 但是还是祝福我 希望我能够好好的 就是说把孩子生下来 好好的去经营我的家庭 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 如果不怀孕 你的家长可能会 稍微拖延或至少会阻挠这个婚事吗 对 其实因为我爸 我爸妈不希望我找婚 因为我是长女 我还有弟弟妹妹还蛮小 但是我爸其实跟我说 既然也造成事实 然后因为我婆婆其实很喜欢小孩 那她也是怕说 可能怎么讲 她们爱面子 那你是不是在计划这项怀孕 我没有 有可能喔 我哪有 我真的没有 您现在有一儿一女吗 我两个女儿 你怎么跟他们说 你怎么跟他们交易 我其实跟我女儿讲 我还在上班 麻烦请戴保险的 我有跟他们讲 因为我观念 我有跟我大女儿 因为我大女儿28岁了 那我就跟她说 你有男朋友了 我希望你要保护好自己 因为我跟问过她 你要不要结婚 这个男朋友交往那么久 那她说 妈妈我可能要30岁以后 我才要考虑要结婚 所以在那个时代 我们至少看到一个好处 能够把你的婚姻 顺水成舟的 就把它固成了 对 其实她也是希望 是一个既然 不管是好是坏事 一个圆满的结局是最好 那时候我婆婆是这样跟我讲 那迎娶的当天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啊 尤其是你又觉得自己不孝 我其实 因为我很冲促嘛 就是你看订婚结婚 一个礼拜后就订婚了 然后再来就两个礼拜后结婚 所以那时候 而且我现在还在军中 她就请假回来拍婚纱 一天把它拍完 那我要准备这么多东西 还要就是准备婚礼的 这些琐碎的事情 所以结婚那天坦白讲 当我就是我父亲帮我盖白纱 我白纱是爸爸盖下来的 我盖下来那一刹那 我真的是崩溃了 是真的崩溃 因为我们要拜别祖先 然后而且就是我们 我是因为我是怀孕 其实在这21天 我们的邻居 有一个临厂嘛 他就比胖胖胖胖了 有时候来我们的邻居 过来我们的邻居 哎呦 你就爱骑就爱骑你哦 而且吃得饮充了 其实我他 因为他们大概看我的体态 有点发肤 也知道 而且不好意思名家 我还想他对你家的情况 你这么了解 因为常常来我们家 当民党的情报这么好 没有 不过那个 十三号小学有想请教你 就是说你之后回想起来 会不会觉得还蛮庆幸说 你先生愿意娶你啊 其实很庆幸 对 对 他们双手一摊说 阿兵 我哪一摊 而且军中又规定不能 对 因为我想过这个 对 我想我眼光没那么差到 我当初一曲 他那边就这样 至少我们今天看 刚刚老师讲的 豪杰一号跟十一号 三位都是负责的男士 她们在婚礼中 选择了一个太太 最好的一个交代 十二号 你呢 我是在三个月的时候 办婚宴的 然后因为当初 他说我还没有满十八岁 对 未满十八怀孕办婚宴 爸妈吓得腿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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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刚刚老师讲的豪杰一号跟十一号 三位都是负责的男士 对 他们在婚礼中选择了一个最太太 最好的一个交代 十二号 你呢 我是在三个月的时候办婚宴的 然后因为当初我还没有满十八岁 那问题又复杂了一点 还没成年 他这样看起来好像到中生 太先进了 所以 所以就是婆娟那边就对外说 要说我满十八了 不然乖一点 对啊 所以就 还好啦 那你的 怀孕应该说是绝对没有计划的 你那么年轻的话 有 现在那时候 我先生大我七岁 所以他那时候就说 他存十万块就要结婚 就是一直有在计划要生小孩 如果有小孩的话就先提早结婚 所以就是计划中啦 就是没有想到会那么快 但是就有了 各位你说你的计划是计划结婚 还是计划有小孩 就是计划要结婚 但是就是先生之前就说 就是有小孩的话那就先结婚 就没想到就有小孩了 这是你们 这是跟你们的父母亲有商量过吗 还是就是你们俩自己的计划 对 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一个人 资深到宜兰 我是从台中下到宜兰 那你想不想先有小孩再结婚呢 我本来就是想要先有小孩才结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没有小孩不会让我有冲动 要结婚 你喜欢那个男的吗 喜欢啊 那为什么他需要一个小孩来当成动力呢 因为我觉得有没有那张证书没有很重要 有一个小生命很重要 这我也同意啊 但是好像跟一般大家的逻辑不太通 你为什么要一个小孩觉得才能去 就是没有小孩的话会让我没有理由结婚 那台湾的婚礼有80%可以取消了的 至少一半可以取消了 我现在很多年轻人是这样想的 才会觉得说因为养儿育女有那个双方面 必须要为这个孩子付出 然后那个结婚证书才有需要 我可以说我不太理解 能不能帮我再解释一下 你这个观念是什么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妈妈们 母后妈妈你了解她的道理吗 她要觉得要先有一个小生命 然后才有结婚的理由 我在猜想她应该是说 男孩子本来就要是要对你孩子付出嘛 如果是说她没有怀孕的话 男孩子那边就推说 我就只跟你发生什么性关系 我也没有那个责任可以娶你 如果有孩子的话她可以推说 我现在怀了你的孩子 你就应该娶我 应该是这样子 是吗 好像也不是 那应该是老一辈的想法 真的 我知道年轻人世代 其实很多人他们其实已经 就是很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甚至都同居了 那如果没有小孩的话 反正我们也是就是朝夕相处 都住在一起 这有没有结婚没有差 可是有了小孩之后 就觉得要给小孩一个完整的家庭 所以我们要结婚 新世代的想法是这样 不能让身份证那个外富不少 你了解吗 对 因为怎么讲就是有小孩 他有牵扯到一个法律上的问题 要不然说实在很多现在 婚前如果说婚后还是没有小孩 其实 两个人生活跟婚前其实是一样 因为我们都已经住在一起了 其实是每个步调 节奏都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有小孩 那所以就是需要你有一些什么 什么登记啊什么 什么才去做这件事 要不然的话 其实我当时跟嘉欣 其实本来那时候没有打算生小孩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说当一辈子的家庭 所以以前的结婚理由是因为相爱而成婚 最后才传宗接代 但现在已经换了吗 倒过来了 现在已经变成说是 我们相爱但是不必结婚 因为我知道好多女生说 她可以不要婚姻 可是她一定要小孩 真的吗 有 不少 你可以问问看 对 因为很多女孩子觉得婚姻不可靠 男人不可靠 只有小孩才可靠 真的吗 我来问一下 不是我老婆说的啦 这不是我老婆说的 那12号你是因为小孩 你现在对婚姻满意吗 满意啊 我生两个了 已经两个了 所以你也鼓励大家去 先找一个对象 然后 白了孕 然后再考虑婚姻吗 是可以这样啊 是可以这样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理由 一个让你会想要 组一个家庭的理由 对啊 那你现在还要结婚吗 当然要我还洗铁都花了 他从头到尾好 三哥你知道他从头到尾 还皱着眉头 我一直注意他压力很大 还要吗 当然 虽然知难心意 只能说就是 你从头到尾都苦笑 你要笑得开心一点 听到这么多前辈们的例子 什么前辈 他们都结婚啊 只是过来人而已啦 就是搞革命啊 前辈 没有 他革命呢 12号女生都比你年轻 可是确定是你的前辈 对 对 因为他的思维已经 升华到蛮高的境界了 就是 11号男生是 那个压力是 对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 把一个家庭 就是用你的经济能力把它支撑起来 你现在很担心这个 对 我比较没有信心 对 他是担心的 对 所以这场婚礼你太太反而比较有信心 对 反而比较有信心 他很期待吗 他好期待三月做新娘 你希望我们大家来投个票 让你不要结婚吗 我们不干这个事 我们不干这个事 应该是我们两位都期待啦 就是 那种心情就是 为人 第一次当人家爸爸那种心情是 喜悦的 对 很喜悦 然后 不管再大的困难 刮风下雨 寒流来 骑着摩托车就是过去 就是过去看 看那个老婆身体状况如何嘛 身体不太舒服 想吐 就去看的话那种勇气真的是都出来了 以前都怕寒流嘛 又怕大雨 骑着摩托车都好怕 你为什么都要挑寒流跟大雨的认识 因为 因为骑着只都是寒流跟 对对 都是寒流跟那个暴雨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要敢这个流行 先有后混的话 其实也要考虑一下这一点 因为我觉得 如果再一次的话 我会觉得我会想说 先有两人世界 先结婚之后 再来生小孩 但是交往不是就两人世界了 不见得 其实那个交往跟结婚的两人世界 是不一样的 那只是说 因为我们一结婚之后 然后马上就要处理小孩子的事情 所以其实夫妻就是有时候 彼此会稍微会觉得说 忽略 忽略了 对 因为我们要把所有重心 所以这个算不算 先有后混的一项缺点 缺点 对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 是 对 会造成夫妻之间的情感 好像没办法去培养了一段 没有一个空隙 没有一个喘息 而且我还担心后来的调试 动不动就说 那当时男生有孩子 我说不要不要不要 有没有 对 14号有没有这种 一定有 13号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对话 在你的婚姻中发生 那我也是 有 也会啊 一定有 都会到后来小孩大了 有时候也会动不动就是 也会说 当初 我女生来讲说 当初如果不是怀你的小孩 我才不要嫁给你 我还可以选择 对不对 我干嘛 至少麻烦啊 我会这样 然后她说 是你自己要有的啊 又不是我要给你的 还有这样 3号你有没有 因为她是故意的 她是故意的 因为她就是 就是跟我交往不到一年嘛 然后她就说她想要娶 她说她 因为她跟我差7岁 她说她想要娶我看可不可以 因为那时候我有工作 我想说我不要 因为太年轻了嘛 我想说三十几岁在家 然后她就 她就想说 她就 可是过 可是那时候她 那时候说她 那时候她是说不是故意的啦 可是那个生完的时候 生完的时候她是说她是故意的 因为她怕我不嫁给她 因为她不能再相亲了 因为她是一直相亲 一直相亲的 不晓得是谁 答应人家去泡温泉的 现在还说别人是故意的 可是我觉得她是故意的 这集播出以后 温泉生意大 1号 你有没有故意喝醉 太太有没有故意 那天我喝酒醉 他从头醉到尾 一直说醉 太太故意 太太过瘾了 其实太太都有在算嘛 什么是安全期什么 对 那天说今天应该是可以喔 然后我说好... 醉醉的时候 哪知道过了两个月我有了 但我还是很爱她啦 所以基本上想拖 你还是想再拖一点时间 对不对 你还是觉得 并没有真的准备好 来一个家 来一个小朋友 就 都是这样子 像已经一年多了 还可以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基本上就是 在婚姻的过程当中 其实并不顺利 在怀孕过程 并没有解决很多的问题 5号妈妈 讲讲看你的故事吧 你的小孩的故事 我的小孩 我是说我的媳妇 她是怀了八个多月 我们才办结婚 给她们办结婚的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是 她三个多月的时候 我就叫美女 到她们家去提亲 是她妈妈 从头到尾都一直怀怀 那家里女方都是 反对这个婚姻 对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说 她 我儿子大 她女儿八岁 她不要 她说 嫁她一个年纪那么大的 那以后她女儿还很小 那孩子又小 那我儿子年纪很大了 那怎么办 可是她女儿 她就是硬要我儿子 后来就没办法 因为去说了两次 然后我们也有 就是说 因为用电话沟通 她妈妈 我每次打电话给她妈 要讲到这个事情 她就跟我报警 三分两次就跟我报警 然后后来我就跟她女儿讲说 因为是你妈妈嘛 必须你跟你妈妈 比她了解你妈妈的事情 我说那你就跟你妈妈沟通 看怎样 因为你不能再拖下去 我说你再拖下去的话 对你女孩子不好看 因为你现在已经怀孕两三个月了 然后她妈妈就跟她讲说 你要跟我讲的话 你就回来 因为那时候她刚开始 她跟我儿子在交往 两年多的时候 她妈妈就一直说 后来女孩子她受不了 她跑到我家去住 那住了怀孕了 我们也是好意说要去娶她 可是她妈妈就不要 结果她女儿她一搬回去 她就不让她女儿跟我们交往 对 然后我儿子就去找她女儿 她妈妈她还打电话来骂我 她说我女儿已经回来了 为什么你不把你的儿子管好 说为什么三分两次来找我儿子 这样子讲 后来我儿子他们因为怀孕了三四个月了 后来也没办法 就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他快八个月 七个月多的时候 他们年轻人他就讲说 那你干脆去先去公正结婚 公正结婚后看怎样再说 这样子 可是他们要去公正结婚 我都不知道 我跟我先生都不晓得 是他们公正结婚后一个礼拜 我儿子才跟我讲说 妈 那我们要去伴助 我说为什么要伴助 我说那女方那边不是不同意吗 我就问我儿子这样 他说可是我妈妈 我已经去公正结婚了 我说那什么时候的事情 他跟我讲说 是一个礼拜前的事情 好 OK了 我说好 那你们既然公正结婚了 我说那好 我们办座 可是说实在对新娘真的是很对不起 因为她挺了大肚子 因为没办法 穿着礼服什么的 穿着漂漂亮的 所以她就我们就很草率地办了这个喜宴 就办完了 她的爸妈有来吗 没有 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 对 一直都没有 因为她女儿也不回去看她 然后她也打电话回去 她就说那你既然嫁出去了 你就像那个泼出去的水 泼出去的水 那就算了 你不要回来 我们无所谓 这样子 她就跟我们这样 可是我们当一个妈妈的心情 我也是欠我媳妇说 你偶尔有空 你就带着我儿子回去 看你妈妈气消了没有 可是每次我儿子他去的时候 他就打电话来骂我 他说请你把你的儿子管好 他现在有了小外孙 他们还是不愿意见吗 不愿意 不不愿意 对 曾经要 就是要过年前嘛 我还跟他讲 我说 应征要过年了 你就带着小孩子 带着礼物回去 去看妈妈 可是他妈妈 他妈妈一路口的时候 不晓得是他妈妈去哪里看到他 结果他暗铃都不开门 所以我媳妇他也很气 他说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不回去 我理念说没有这个娘家 这样子 我媳妇他就不这样 那是不是你的媳妇 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 本来就不好 还是因为你儿子的关系 没有没有 应该是 本来就不好 本来就不好 因为他妈妈是离婚在嫁嘛 没有一个比较复杂 对 他小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女儿 丢在给他爸爸这一边嘛 然后带他很大的时候 他才带回去这样子 可是为了这个关系 所以他也不是说 很关心这个女儿 就本来关系就不好 对 不过五号妈妈 你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验 大概在你年轻要结婚的时候 有 真的是很丑啦 吴老师你怎么知道 因为什么 都听到 都听到 我是躲在肚子里 都听到 你有看我 我看到他讲得很有同理心 我想说你是不是 他就讲得很有同理心 讲话的时候很有同理 你也是过来人 对 因为 因为我是山上的人 山上 对 山上 我是离山的人 对 然后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 我就下来台北工作 工作是老板 他介绍我跟我先生认识 我跟我先生走将近一年 可是那时候我山上的人 我害怕说被台北的人卖掉 真的 因为我很怕 因为那时候 我要下台北工作的时候 我跟我妈讲说 我要去台北工作 我妈妈跟我爸爸 她就跟我讲说 台北人这些乖人去买 她说你去台北 你就不要买乖 台北人现在好多了 对 对 后来我 她当兵两年 两年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心里就想想 我有一个朋友正回来了 我说我好想去找他 结果我不晓得说 去找他 就一次就被他OK掉 对 对 年轻不懂事 一次就被先生掌握在手中 Oh no 你 你 后来我 她当兵两年 两年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心里就想想 我有一个朋友正回来了 我说我好想去找他 结果我不晓得说去找他 设计好了 设计 没有先去泡温泉 没有啦 那时候我们也不敢去泡 台北人好坏 没有 好没事 泡了你 我叫你先 你先一定觉得说 你已经等我两年了 所以我一定要就是现身 对 没有 那时候我心里怎么想 我心里想说 好 你最好是不要跟我怎样 你跟我怎样的话 你一定跑不掉 因为那时候我先生 他有好几个女朋友 对 所以也是有计谋的 所以这一招成功了 对啊 我先生他现在常常跟我讲说 所以那个五号妈妈 11号听到没有 将来都要算这笔老账的 所以五号妈妈 那你已发现怀孕了 那时候 你还未婚吧 还未婚 在那个年代 妈妈其实很年轻 但是隔了一段年代 那个年代 还是一个很保守的时候 然后我也不敢 也不敢跟我娘家的人讲 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我真怀孕了怎么办 这样子 我先生他就讲说 我先生他就讲说 我真怀孕了怎么办 我先生他就讲说 有时候就跟你娶了 这样 可是我婆婆她不喜欢我 因为她是嫌我是三弟人 她不要我 她跟我先生讲说 你不要娶在山上人 她的胃口跟我们不通 她跟我先生这样子讲 然后我先生他就跟他讲说 妈 人家早的人已经怀孕了 要怎么办 对吧 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自己想办 她跟她婆婆 跟她妈妈这样子讲 可是 我嫁过去 我这样我第二天 我当新娘第二天 我就做家事 妈妈你结婚的时候 是几个月的身孕 后来 我结婚是两个多月 所以你先生很快的 就还是马上把你明媚正确 可是 说实在 因为那时候我比较胖 然后又增加怀孕 我礼服 看起来就像四个月身孕的人 对 你真的那时候我很怕 太久无所谓了 那个礼服没办法穿 我先生就 他就火大了 他就说 你怀孕 礼服就不能穿 就不要穿嘛 可是我跟他讲说 我一身材 对 我就跟他讲说 我做一身材而已 你就不穿身材 然后就为了这句话 跟他吵架 跟他吵架 然后明天要当新娘了 我们今天来打到那边去 用打架 用打的 因为他 他就不 因为那时候可能我个性 也比他焦 他就练了几句 我就不高兴 我说那这样就不要结婚 他说好啊 不结婚就不结婚 就为了这样子 然后他就 他就给我一巴掌 我就为了这样子 我就跟他打 然后打到他妈妈 从楼下爬到楼上去 他说 要有夭壽 你明天才就不结婚 对 你明天才就要做事情了 现在两个在楼上去 你明天才是怎么会哭 我本来要 重点打 重点打不是明天要结婚 是肚子里面有小孩 对 有小宝宝 他那时候他不管 他说打了留掉了 我就不娶你 好过分喔 我先生跟我这样子讲 可是打一打 我们六年七八 七八点打架 然后九点多 他就拉着我的手 他说走啦 我带你去看衣服 我们就去看 然后隔天就做新娘 然后隔天做新娘的时候 我还一直想说 有没有带伤 有没有带伤 没有没有还好 那还OK 我就一直想说 这个男人那么坏 我到底要不要嫁 犹豫 对 犹豫 那可是也不敢跟婆婆她们讲 然后也不敢跟我娘家的人讲 都不敢 只是说 那一天要嫁出门 那一天很伤心 我本来要封你说 离山吃情花 听你讲完才知道 你是离山女汉匠 戴球还可以跟老公打 想到她最后认输 带你去穿离服 那时候我还跟她讲 我说你不要打我的脸 我说你打我的肚子 好烈喔 好烈喔 對啊 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明天要当新娘 虽然是说很不高兴啦 可是我还是要带着 美美的脸去当心 我说你不要打我的脸 选地方打 对 我说你嫌我的肚子 我先生说 我才没那么笨 我打到流产 我还要花医药費 给你进去 我妈妈那后来的婆婆 对你 有没有改变态度 没有 都没有 婆婆一直都对我不好 我婆婆她 等到她要往生的一个月 她才跟我讲 她跟我讲说 媳妇啊是我娶到你这个 上上的女孩子 我跟我 跟你公公生病的时候 才照顾我 要不然的话 我们早就往生了 我婆婆 她要往生 前一个月她跟我这样子讲 因为你从身上 抓了很多土鸡 应该是吧 婆婆妈 你自己是代求结婚 你的下一代 也发生同样的事情 对 那你现在对于 所谓的代求结婚 你的看法到底怎么样 我的看法 我是觉得是说 因为现在的社会 都很开发 没有像我们以前的 传统的社会说 有女儿还是说 怎样的话 我们女方 这边都很小的事情 可是我是觉得是说 现在时代变化这么多 因为那么开发 我是觉得是说 现在的年轻人 人家做进一步的那种事情的话 最好是给你孩子一点尊严 怎么讲 因为必知结婚 代求结婚的话 人家都会 直直点点的 我觉得这样子很没有面子 对 人家说 哎呦啊 那时代就大不得了 就是没怎么 没结婚就会怎么 我觉得这样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人 设计什么人 对 很坏人 问题是我设计错了 所以我现在 我很后悔 来我们的准新郎 告诉我们大家 听完最后怎么样 今天现在 感觉有信心了 对 觉得这么多悲惨的故事 我是觉得 我算幸福的人 对 我是觉得 事情就是 一体两面 其实怀不怀孕 结不结婚 这个都是歧视 重点是这两个人 是否是相爱 如果 当然结婚是一个 最大的一个宣誓 代表说 男女 男的可以娶女的 或是女的可以嫁男的 这宣誓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是劝大家还是说 还是一样 就先不要说 有怀孕 先怀孕的话 真的 女方会很吃亏 因为有些男生很恶劣 对对对 变成说 我还是建议大家 就是说 先不要有 比较好 十一号 要信守你的诺言 终生伴此女子 夕子之手 共成连理 然后永成好事 祝福你 谢谢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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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